好,總括番者先所講的,我們分清幾樣東西 就是得救的方法、得救的表現和如何持守得救 得救的方法就是悔改認罪和信靠耶穌 卸免我們罪和救我們的靈魂 而得救表現就是六樣,由救恩有關的 我們會繼續悔改理罪,追靠耶穌 接著是親近神、愛神、遵從神、侍奉神 這就是表現 我們就一定要分清這個表現和方法 得救的方法要帶來這個表現 而人很多時候會有懷疑,覺得自己不夠好 那時候我們就告訴他們 你悔改信主耶穌就一定接立 剛剛我們還說這一點是什麼呢? 人的背後 人要自動自動通過 是自動波,還是不是自動波呢? 它是自動,又是要自動,又是要配合 那是什麼意思呢? 真信主自然會敏感罪 犯罪覺得不舒服 他自己想改又想耶穌赦面 就會想親近神祈禱 就會有這種動力 不過同時他有另一種阻力 阻力是甚麼呢 情慾 罪性情就會阻擋 懶惰 不想回教堂 不想看聖經 不想祈禱 這是需要配合的 當我們願意回應神 因為神感動我們先 我們回應神 就會繼續親近神 遵從神 犯罪的意念就會處理 當我們處理的時候 越處理和明白性 就會知道罪破壞性 就會不想犯罪 就會想離開罪 想遵從神 又知道一定是遵從神 和侍奉神 才能夠在將來見神面的時候 神是稱讚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否則可以是有惡又懶的仆人 是不得救的 就算他相信耶穌 是可以失去了救恩 所以我們需要保持 這個保持 最重要是信心保持 但信心保持 都一定會悔過一離罪 讓罪不要難阻我們 親近神 讓神改變我們 譬如有小親近神 有信念 我要尊重神 但小親近神 慢慢 有沒有見過一些基督徒 他信耶穌 慢慢開始沒什麼心機 看聖經 不喜歡祈禱 不喜歡回教堂 有沒有見過這樣人 他知道應該做 不過他不肯做 為什麼他會慢慢沒有力 最多 最多 最多還有什麼 很多原因 可能在教會見 開世界 不開心的事 對 開世界 基本上他沒有電油 沒有動力 沒有動力 他就有垃圾 有垃圾就沒有動力 於是他就不向前走 但如果他有電油 有動力 送神來的動力 而那些垃圾處理了 那些垃圾不阻礙 他就向前走 一定是兩人都有配合 一定是兩人都有配合 是一定有 裡面有一種動力 你有沒有發覺那種動力 在裡面 但是他的基督徒沒有動力 為什麼呢 他沒有了 他真的 他就算得救也好 很難 為什麼他會沒有動力 為什麼他會沒有動力 你說吧 失去信心 失去信心 就是 過程發生了什麼事 他被聚聖情掌管 而不是耶穌掌管 他被人影響 他的思想充滿了世界的 世俗的污衛 那些黑暗 人可以給這些東西 裝滿了 還有 那個心 總之 上耶穌不可以 上天堂就可以 有什麼所謂 要不要做這麼多 做少少都可以 不斷移 總之 我到時都可以回到教堂 有些人就會有這些藉口 但是 他已經沒有了動力 動力很弱很弱 所以動力 你可以有 零分至一百分 那 什麼人的動力最強 是 賭垃圾 是 賭垃圾 是 是 時刻以靠主 是 時刻以靠主 經歷神職 是 經歷神職可以是一個幫助 他將神職解釋 現在耶穌正在幫我 就是耶穌正在幫我 耶穌正在祝福我 他解釋了 他就會 這個神職對他有幫助 但是很多人就會這樣說 那時候醫療了 不過現在又有第二個病了 就是 他會這樣 他會將那些好的事 活殺了 就是 有時就會 滄滅了 所以其實裡面一定有 靈和有 魂的部分 靈的部分是什麼 魂的部分是什麼 靈就是跟神關係 帶來那個動力 魂的部分呢 他的思想意志感情 他思想會說 神是對的 神是最好的 他意志我決意跟從神 他感情會跟神有感情 就是一定有配合的 如果基督徒呢 回到家 什麼都放下了 耶穌那些 禮拜日到時候 禮拜日就回來教堂 然後回家 什麼都忘了 日夜熬電視 日夜上網和人聊天 發脾氣 你知道 生命便 就是沒有一個慈首 沒有那個動力 大家待會可以在分組 時去討論一下 我們 來看一看ING 一個 digamos 誒約所書二章八跌十,​ 但那個精密是沒有打出來的 大家可以這樣 憑記嗎 記得嗎 你們得救是本符一 即是信不是出於自己,是神所賜,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我們原始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了叫我們彭仕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這個很清楚,得救不是靠行為,不是靠自己 即是神的屬性是甚麼? 神八百救,他知道人是救不到自己的 就算信耶穌,如果我們得救是要信耶穌做完美的,行不行? 未信之前做完美就不行,信了之後做完美,如果神要求這也不行 所以神就說,如果你靠行為,個個都不行 靠律法清義,在加勒太書說,就是與神的恩典隔絕 靠律法清義的是與神的恩典隔絕 所以神知道人人都不行,所以神就告訴人 是一定是靠恩典,不是靠行為 所以這個最影響我們就是這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我很多罪,神都不接露我 雖然他投腦相信,神接浪我 但在意念上,大家有沒有試過犯罪之後軟弱,低沉 這陣子神都是不喜歡我,我都是不行的 我都是沒有機會的,我都是向不了上的 大家有沒有這些意念出現? 人都有的,我都會有的 但我立即處理,這是我軟弱的想法 神一定救我,神一定幫我,神一定接留我 所以我不用介意 而另一方面呢,另一個就是,不是靠自己 我做得不夠好,都不要緊 牧師,最慘的是,人知道是你基督徒 所拿你的弱點,你明明信主 因為你這樣,你說你犯了 他是用神的律法來罵你,很無奈 我想問你,神的律法是否可以用來罵人 是否可以,可不可以的 我意思就是,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有,為什麼你用律法就一定可以罵人 為什麼呢?律法,你有沒有愛人? 你有沒有愛神?你有沒有傳福音? 你救過多少人?你傳過多少人? 全部都可以的 如果用律法來罵人,是沒有人能夠說我是夠好的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是魔鬼的指控 我們需要不需要理會他說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闊改,我們可以幫助做得更好 但如果用律法來罵人呢 我聽過很多這些基督徒 都頗多人是這樣的,很喜歡用律法來罵人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應該用的方法呢? 聖經是不是這樣? 你會發覺聖經有沒有這樣去 說那些人你真的沒有希望 你看你還犯罪,你怎樣得救 聖經會不會這樣去罵人呢? 聖經不是的,聖經經經經常被這條出路 你悔改,神一定接立你 警告就是你不悔改,神會放棄的 神會放手,神會把你從他口中套出來 是可以的,但你悔改,神一定接立 所以有人是這樣的時候,我們分辨這個人是一個指控的人 他是被魔鬼使用的,那我需要介意呢? 我們不需要介意,但他說的話,我們怎樣回應呢? 你說我都是罪人,我都是求主幫我 你又為我祈禱,讓我夠力,我都想盡量夠力 我們又不用罵他,又不用罵他 如果他是成熟基督徒,我們都可以跟他說 你說的話,你猜會令我有什麼感覺呢? 你覺得怎樣更加給我有力量呢? 大家分不分辨到,用律法罵人是否可以很嚴重呢? 所以我們知道這件事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但有時候又走來一個極點,是不提罪的 是,這是另一個極點,又怎樣回應呢? 即是有時候講起某一些,如例如 例如講起 chamado謊話,是罪 他們就說,你不要經常講罪 我以前就因為那個教會經常講罪 所以我就不回教會,因為沒有剝下很多人 他真的這樣講過的 他意思是,你不要經常上官上帥 不提罪 有一個人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是個人的問題 個人的感受 另一個就是客觀教導 個人感受 當一個人說你不要提罪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他 我們可以回應神 有很多恩典 神很愛你 很想祝福你 很想提升你的 可能有些人經常講罪 令你覺得很不舒服 這個我們可以回應他的感受 神經常都是想愛你 想祝福你先 好了 但去到客觀 基督徒是否應該要認識罪 和悔改離罪 基督徒是否應該要悔改離罪 要知罪 如果一個基督徒不悔改知罪 有什麼後果呢 可以犯罪 可以犯罪和一路離開神 因為犯罪的結果呢 犯罪會發生什麼事呢 他會不會 會不會 一定會越來越大的破壞 所以我們知道 在一個教導上需要 不過在負責那個平衡 是否經常講罪呢 每次都講罪呢 因為恩典更多 去激勵人 我們知道 我們的生命很寶貴 神的計劃很寶貴 神很愛我們 我們知道罪不好 所以我們就處理罪了 我們有罪馬上處理 我們便要平安輕鬆起來 那就用恩典推動 我經常講罪 不過我講恩典更多 恩典更多 就激勵大家 我很清楚講到什麼罪 譬如說 就算聽到沒有心機 或者對於神的事 沒有興趣 這些都是罪 兩人要平衡 有一個教導叫做 好像叫做恩典福音 好像是這樣 不講罪的 他認為講很多恩典就可以了 這個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因為聖明的確是講出罪 以及講出罪的效果 其實為什麼我有動力處理罪呢 一方面我知道神的愛 和我的生命寶貴 我知道遵從神一定蒙福 以及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所以我就一定處理 剛才那段經文 他說得救是本福音 直著信 但我想直著信 這個信都是人去信 其實都是人的一個 一個選擇的行為 所以其實 會不會是我們的得救 就是兩方面 神給救恩我們 然後我們去選擇信 OK 那問題就是信 信 信是 到底是人的 一定是人信的 不過信心來自哪裡呢 在聖經裡面說 是神的感動人才會有信 即是他死去罪惡過犯的時候 他沒有信心 但是神會更生他 但這個人有選擇可以拒絕 但他的選擇可以回應 有些人回應 他就會 神將這個心 譬如很多人在報道會 或者大家都試過 人和全國 他心很想信耶穌 我想信耶穌 有些人就會說 是耶穌這麼好 我就信耶穌 就是他回應 這個神的感動 即是神會感動他信 他就回應了 神將信心放在他裡面 由他回應 但有些人就有這個信心 在那時候有信心 但他回家之後 他就疏忽 一定在這個信心裡有回應 不過這個信心的產生都是神的 他將悔果的心 和信心刺給耶穌 在聖經裡有回應 在聖靈主義五章三十一節 在聖靈主義五章三十一節 這裡說悔果的心 但其實這也包含信心 聖靈主義五章三十一節 神且用右手將耶穌高舉 叫他作君王作救主 將悔果的心和赦罪都因此給耶穌 即是人會悔改都是神賜給他 即是神會感動他 大家想想 有個人未聽耶穌 他不會知罪 不會悔改 當有人跟他說 那是神的愛 神的恩典 和罪的可怕性 他聽的時候 他裡面就會有一種反應出來 他裡面就說 我真的有罪 我真的需要悔改 我真的需要悔改 這就是神的話語 就是在《二塞書五十五章》裡說到的 他說 語說從天降下 他不會突然返回 同樣我的話語 發出不會突然返回 是會成就神所起業 即是 那人聽到神的話 他裡面就會有一種 大家可以想回 當你聽有人跟你傳福音的時候 他心裡面有一種火熱 有一種熱心走出來 有沒有經歷過這件事 好像有一種很想信 有一種這樣的熱心 或者在信的時候 好像有屯火有一種激勵性 這個就是神 在那時候 將這種信心放在我們裡面 而這個人回應 他的信心就會保持 即是我們需要保持 但這個保持都是神一直保持的 但我們自己回應就會保持 信心的挑起是神挑起 然後人的回應 人的回應 神又繼續保持 又這個人又繼續回應 這就是保持信心 即是信心都是從神而來 悔過的心都是從神而來 我們的劍 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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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